又到吃螃蟹的季节 这种店就是在日本很常见的海蟹专门店 这家看样子还比较老字号 那老店的规矩肯定是要脱鞋 不过说句题外话哈 这家店的女傅院颜值是不是都比较高 算了强行搭讪还是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乖乖吃饭吧 不说废话开始第一个前菜 它是帝王蟹的腿下面再夹了个炸面包 炸面包的油箱已经进到了蟹肉里面 第二个前菜是凉拌煮的金枪鱼肉 金枪鱼煮了之后就像鸡胸肉一样柴 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 主菜是这个炭烤松叶鞋 松叶鞋的肉会比较少 就是比较苗条嘛 但是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 就你吃起来会觉得更嫩 而且那个独特的炭火香气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重量级主菜就是这个 超会心碎食无敌鞠肉爪 味真的是被蟹肉填满了 感觉吃了很多种花样 特别的满足 RG推荐指数19.5分 哼 卡玩意儿